阳城十月一直处在人人人状态的广州又进化到了人从众的形态 不少市民也发出人在广州有种环游全球的感慨 原因很简单 第136届广交会开幕了 一年两届的广交会回回都有新花样 这届也不例外 线下参战企业超过3万家 展出新品115万件 吸引了14.7万名境外采购商预注册 就这样中国制造又一次装满了全球采购商的购物车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厂中筹四波简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从外国客商落地广州那一刻起 贴心周到的广市服务就安排上了 给四方宾客来了一点小小的广市震撼 客商一下飞机 火车轮船甚至刚到酒店 就能便捷地办理证件 机场还设置了广交会客商快捷通关 编检专用通道等 掌管内银行网点 ATM机 外币兑换机和外币POSE机随处可见 对待此次广交会 广州还精心准备了舞龙舞狮表演 广州国际购物节 精品美食周咖啡文化节等一系列活动 不仅如此 客商们还能凭参展证 采购证 享受多个景点和商场的专属优惠 当然了 最吸引客商们的还是展品 广交会首期的展览 聚焦于先进制造 外贸新三样是广交会上颇受关注的明星 这里说的外贸新三样 就是指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和光伏产品 本届广交会上一批人形机器人 智能设备 无人驾驶产品也是首次亮相 阵容可谓是豪华至极 然而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这么多先进的产品中 一辆老头乐却脱颖而出 抢尽了风头 这款新能源观光车整体为欧式风格 红色的外观 复古的造型 大气的设计 在众多车型中格外亮眼 吸引了无数客商驻足为观 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客商 也被这辆老头乐给吸引住了 这是他首次逛广交会 但一眼就相中了这辆新能源老头乐 经过销售人员的介绍后 他当场大手一挥 从兜里掏出了一打美金 认真数了起来 最后他数出6000美元 开心的将老头乐收入囊中 赴完钱后 他还激动的上车体验了一把 从他的表情中不难看出 他对这辆车是真的爱不释手 买了车之后 这名尼日利亚客商直言 广交会值得你来 这里应有尽有 在我眼中 广交会包罗万象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我非常激动 我会继续来广交会 随后这个视频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 不少中国网友都被这个尼日利亚客人的数钱动作开到了 纷纷调侃道 很喜欢看这种数钱的场面 太带感了 欢迎常来中国 不止这一位外国客商在广交会上买买买 比如这位来自波兰采购商米克拉伊 他也是第一次来参加广交会 这里商品琳琅满目 他很快就被一个高空木墙清洗机器人吸引了 米克拉伊说 我不用支付酬金 也不需要担心他们从高空坠下 事实上这款清洗机器人是非常安全的 据小编了解 这款清洗机器人能扛12级台风 能牢固吸附在高墙上 单日日均清洗量达1200到2000米 是人工效率的三倍 参展商说 这款高空木墙清洗机器人 在海外市场很受欢迎 他们已经签了20多个独家代理 主要集中在中东 东南亚国家等 这次是要向全球客户展示产品 连日来已经接到了很多洽谈异象 除了清洗机器人 炒菜机器人也是一大热门 比如科沃斯全资子公司 天可电器展示的最新一代炒菜机器人 只需要将切好的肉 辣椒等原材料放进锅里 然后按下开始键 仅需三分钟左右 一盘辣椒炒肉就做好了 这速度也是让观摩的采购商惊叹不已 天可电器销售经理何海向表示 炒菜机器人 有许多高精度传感器 能够控制八种调料的精准度 确保口感 在行业里 传统的炒菜机已经存在很多年了 处于被淘汰的边缘 它们的核心短板在于缺乏智能化 这款炒菜机器人 能够记住上千道菜的制作方式 包含炒炖煮等多种功能 海外版的炒菜机器人 预计在今年12月份推出 参考国内的售价大约在2000至1万元 像这样的中国黑科技 在广交会上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独立式机械手 可以陪你下棋的AI围棋机器人 可以骑着走的行李箱 防暴型灭火机器人等等 产品科技含量高 更新迭代快 已经成了许多外国客商对中国制造的共识 不少外国客商已经成为广交会的常客 他们纷纷表示 每次来广交会都能看到新产品 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兴奋 迫不及待要把中国制造带回国 也带给全世界 因为这些中国制造的新产品新技术 不但可以给他们带来新商机 更能够推动相应的发展中国家 加速工业化进程 大家不要觉得非洲人买老头乐 就觉得老头乐只适合非发达国家 其实中国的老头乐 早就称霸了美国的大街小巷 单看最近这三年的数据 2021年中国的老头乐 就在美国卖了接近1.7亿美元 2022年这个数字直接翻倍 来到了3.3亿美元 去年的数据则是4.4亿美元 要知道特斯拉的Model 3去年在美国 也只卖了22万台 可见老头乐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 老头乐在美国的起飞之路 要从2020年说起 在那年6月潮湿的雨季里 名叫Jason的车评老哥突发奇想 从阿里巴巴上搜寻并购买了 标价最便宜的电动汽车 正是国产的常立自由侠 单价1200美元 运费和关税2000美元 总价3200刀 虽说运费关税比老头乐本身还贵 但总成本算下来 居然也只占美国基础款 高尔夫球车平均售价的四分之一 要是只看1200美元的售价 那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除了有精掉下巴的价格 Jason老哥视频中的老头乐 几乎颠覆了他对百年汽车工业的认知 什么遮光板 减震器 雨刮器 收音机 该有的都有 毕竟买的时候 他就指望着能比自行车好点就行 在这位Jason老哥 骄傲的试驾体验后 无数美国网红也涌入了这一赛道 加入到了测评与宣传 中国老头乐的军备竞赛当中 这还不是昙花一线 近三年来 不断的有人将自己对老头乐的体验与改装发在网上 点击率都非常夸张 评论区也深深的被这性价比折服 发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Where is the link? 当然 那些后来居上的测评就更加大胆于吸引眼球了 那些博主给老头乐上的强度不亚于TopGear和留言终结者的结合板 但这也让全球网民都知道了老头乐的极限有多高 在测试当中 老头乐可谓是老计福利 不仅被要求各种飘移过弯 还要冲上木棍子模拟越野 感觉就差一个飞越悬崖了 再重同样是重点考察环节 他们直接用挖掘机 放了一个几千公斤的巨石到尾箱 虽说车已经略微被压变形 但老头乐依旧经受住了考验 隔着屏幕 小编都感觉老头乐在喊救命 以前觉得欧洲人爱在地铁看书是爱学习 后来才知道是网络信号差 以前觉得美国农场主都爱皮卡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没有接触到老头乐 老头乐热浪从油管扩散到了TikTok 乃至于整个海外社交平台后 无数感慨真香的短视频与帖子接连出现 老头乐在北美能火的原因 其实就两个字 实用 首先成本与性价比自然不必多言 没有加上制裁性质的关税 那就是无敌的存在 相比于高价 高耗油的皮卡 老头乐只要几千美元 而且只需要充电 简直是平时载人送货的最理想工具 其次 美国各州对这类低速载人车辆的包容性很强 只要车况能保证安全行驶 上排上路流程就非常简单 而且美国大农村交通也没那么复杂 老头乐又提供了无可比拟的灵活性与辩解度 简直是摩托与皮卡的合体 更重要的是 美国照样有许多老头老太太 以及肥胖群体 在很多美国的视频中 我们就能发现 他们甚至能把老头乐开到沃尔玛里购物 所以对他们来说 一款老头乐是真能让他们乐 近三年来 美国消费者通过各大跨境电商平台 正在高强度下单国产电蹦子 两轮三轮四轮都不在话下 加盖与不加盖 两人位与四人位 标准款与定制款等 不分型号款式都是热销单品 而随着市场的不断打开 目前老头乐已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连研究报告的封面都是中国老头 可见老头乐的国际地位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